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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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節瓜石骨米捲的部分 我們先把米洗乾淨 把所有的食材洗乾淨 辣椒 番茄 節瓜 酪梨 香菜 青菜就是等一下補底的部分 石骨米飯的部分 我們稍微放一點點鹽 一點點油 讓它煮的時候可以多一點蔥味 一杯的石骨米飯 一杯半的水 那就先蓋鍋蓋 節瓜石骨米捲的食材的部分 因為等一下直接生食 所以我們用冷開水 稍微把它過一下 番茄的部分先對切開 切開之後我們先把 中間的心挖掉 挖好之後我們就切丁 辣椒的部分也是一樣切細丁就好了 那敢吃辣的話就可以把紙一起進來 可以再稍微切細一點 好 酪梨我們就把它先切開 也是一樣切丁 好香菜切碎 解瓜的部分盡量切薄片 捲的時候比較好捲 好 石骨米飯已經煮好了 大概燜個十幾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打開來 稍微拌一下 然後把它放涼 等一下再把它拌到菜到裡面 飯放了稍微涼了之後就可以進來 進來之後我們就加一小匙的鹽巴 胡椒 兩小匙 橄欖油 一大匙 進來之後就可以把它攪拌均勻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包 我們砧板先稍微沾濕 然後鋪上一層保鮮膜 然後旁邊準備一盆冷開水 米紙拿起來就可以直接沾 整個把它沾濕之後 就放在這個砧板上 好 那結瓜大概六片就可以 把它稍微拍一下 如果有缺口就可以朝內排 然後再來一湯匙的內餡 那內餡在排的時候 盡量讓兩邊都可以鋪滿 兩邊就直接把它覆蓋上來 直接從後面捲起來 這是一道清爽的櫛瓜十股米鹼 日本縣還可以 二十股米鹼 有限的設計 我們可以先各種 Fantastic